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抖了一下 或者猛的蹬了一下 然后你就惊醒了 而你去看时间有可能只是几秒钟或者几分钟而已 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种情况 网上最火热的一个回答就是 你的神经系统发现你陷入睡眠 怕你死了就动动你 这个回答是比较搞笑的答案 我们还是听听专家是怎么分析这种情况的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情况有一个很书面的词语叫 临睡基出月症 并且专家说 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表现 每个人都会出现 在快速入睡的时候身体猛然一抖 这种情况还伴随着一种跌落或者落空失重的感觉 在这个世界上 大概有70%以上的人都在睡梦中抽月过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缺钙 缺钙会导致神经兴奋抗进 从而引起抽搐 第二个原因就是 肝肾的亏虚 如果只是偶尔出现肌抽月症 就不用担心 只是正常现象 但是如果频次较多 肌抽月又很严重 那就是肝肾亏虚 气血不足 第三个原因就是 症状性肌抽月症 这个就是由于脑部病变引起的 肌抽月症 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 那也表示你的身体生病了 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而对于减少肌抽月症的办法也很简单 多喝水 少喝咖啡 规律作息 适当运动 多拉伸自己的肌肉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更多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哦 感谢观看